台湾是有一个先发经济体的优势 台湾是一个从很多的维度来看 都是一个已开发的国家 利用台湾这个比较先进的电商产业 去发展一些比较先进的模式 再把这个先进的模式带到东奈亚 比较后发的经济体去运用 台湾其实有比较好的 Compute Science跟EE的人才的供给的值跟量 这个在东奈亚其实是一个蛮稀缺的资源 台湾也跟这个硬体的供应链走得比较近 所以当你要快速迭代 一个新的物联网的产品的时候 你在台湾可以有比较好的发展 台湾的资本市场 其实是一个巨规模的资本市场 在这个大东奈亚的区域里面 我们是最大的资本市场 我们的资本市场的市值跟交易量 其实是远远领先第二名的新加坡的 台湾的公司如果懂得运用台湾的资本市场 可以在台湾的资本市场创造很好的筹码 然后透过这样的筹码再去投资 或者是订购东南亚的同业 去加速他们这个区域化的发展 资本市场度就必须要支撑 因为安全了 资本市场道是肯 Normanration cards Cennary 必须要做到极致的事情 当你有了这样的文化之后 你要对应的人才跟对应的组织 去执行这个事情 在台湾大阁大阁 我们其实从上到下 除了重视这个事情之外 我们也去设立了对应的这个资安的组织 我们也聘请了我们的资安长 在他的带领下 跟我们资安的相关的工程师 跟相关的这个PM 一起去跟全公司所有的部门合作 一起去确保我们在公司的所有的产品 所有的服务 每一个作业的流程之下 都能够去满足这个事情 数位的世界里面 每天永远在上演的是 猫捉老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你永远没有办法说 我今天做到这里 我就保护了我的企业没有断点 没有骇客可以入侵 你必须要做到的是 你每天每天都去检视 在我的这整个体系里面 哪边可能有缺点 哪边可能有缝隙 甚至台湾大阁大 我们每年会去做这个 所谓的渗透测试 在我们identify 高价值的这个目标里面 我们会去做红队演变 去确保说 最厉害的骇客 用他的观点来看我们公司 有什么弱点 跟恶意的这个骇客之间的 拔河 这个是每天每天的功课 它不会是 我一天做完 我就高枕无忧 其实我们现在希望最迟在这个2040年 最快希望在2030年 台湾大阁大自己就要能够达到RE法 不是透过去购买绿电凭证 或是透过购买人家已经建好的绿电 我们希望透过投资绿电厂的方式 去加速绿能的建设 我们希望透过我们的这个扮演这个先锋的这个作用 去催生去催化整个绿电厂的这个建设 那如果台湾在我们的催化下加速了 那也有可能做成整个世界的示范 去造成整个世界加速大到RE法 企业它存在 本来就不应该做单点的最大化 它本来就应该方方面面的去创造 它的利害关系人全赢的这个结果 我们怎么样透过台湾大哥大 作为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 在ESG上面我们有更多的努力 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利害关系人 创造出更多多应的价值 那当这样的典范转移发生了 当这样的文化转移发生了 那这个时候其实 我们应该就可以得到一个地球是更永续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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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